大家好 今天看看新闻 吕秀莲由于联署没有成功 所以他宣布退出了总统大选 这个事情挺遗憾的 这个事情从侧面就告诉我们 台湾这个社会还是确实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看了一下吕秀莲他有一个讲话 也就是说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其实政府对吕秀莲整个联署过程呢 用尽了各种的手段去打压他 导致他最后呢没有办法成功 那现在等于吕秀莲就没有办法参加总统大选了 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挺遗憾的 这样呢有很多的网民 我看到了有很多的选民吧 有很多台湾的选民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的失望 同时也有网友在我们的网页上留言 他说难道这个公平正义就没有办法去实现吗 不能实现公平正义吗 所以又回到我们谈到原来的话题了 也就是公平正义 我是认为在这个地球上非常难实现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要说公平正义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裁判 也就是说有一个主持正义的人 或者主持正义的机构 他来决定这个事情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那这个机构是谁呢 有吗 首先这个人存在吗 不存在 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吗 不存在 我们传统的认为公平正义的主持正义这个人 这个机构应该是司法 对吗 所谓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它是司法 或者说每一个国家它都有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应该就是主持公平正义这个人 这个司法就是主持公平正义的这个机构 那我们用这两个标准来看看台湾的话 台湾这个人 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他本身就造假 本身就是制造不公不义的人 所以你怎么能够指望台湾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呢 再看台湾的司法 台湾的司法70%的人都不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怎么可能实现公平正义呢 再把这个话题放大一点 全世界各个国家哪有公平正义 我们之前讲过 追求公平正义的人都是基层的百姓 都是曾经被遭受过不公不义的事情 都是看到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但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老百姓 这些普通的百姓 他们只是希望 祈求司法 祈求政府能够出来有人主持公道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依然看不见 在哪一块土地上能够真正的实现公平正义 因此虽然我们一直在谈公平正义 但是这个话题呢 以我的观点来看 在这个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 当然为此呢 也不要特别的悲观 因为我觉得呢 凡是说公平正义的人 说明本身他自己就是公平正义的人 他自己就有心里一把秤 他心里有个裁判 他能知道什么是不公不义的人 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还是有这样公平正义的声音在出现 虽然这个声音很小 虽然这个人群并不大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这些公平正义的人 我是认为当一个人你要去交往的话 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是值得你去深交的 而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是值得你去信赖的 这个人群我也知道非常非常之少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拿起手机 无论你是翻你的Facebook也好 你的Twitter也好 你的LINE也好 你的WeChat也好 你都会发现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少则几十 多则几百 再多有上千的所谓的网友 所谓的粉丝 但是当一个人当他想说心里话的时候 当他想就公平正义的话题去跟别人去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翻遍了手机的所有的人名单 你很可能一个都找不到你能够说心里话的人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哀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很忙 大家忙忙碌碌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别人都在欢天喜地的去过节 去看枫叶 去赏花 但是呢 确实有一些人他就没有条件去像别人一样 去观花 去观赏枫叶 去吃喝玩乐 去唱歌跳舞 为什么呢 他们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压制 他们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打击 当他走出来 当他走出来 想就公平正义这个话题去找一些知心的人 去倾诉 去和一些同理念的人 去共同的为未来 为这个社会去探讨公平正义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你的推特 在你的博客 在你的微信 在你的Facebook 这些名单里边 在你的line里边 好像一个人都找不到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的时代 我们甚至都认为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 为什么说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呢 你看这些当权的人 就以蔡英文这个事情为例 当权的人撒谎 造假 但是呢 他们就能获得权力 他们活得比这些老百姓活得还非常的好 这就告诉我们 其实回到前面的话题 这个世界是缺少公平正义的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当权者 既得利益获得者 他们这些人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 他们真心的要让这个世界保持公平 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 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人 当撒谎的人在拼命撒谎的时候 这个社会对他有制裁吗 没有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台湾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样 撒谎的人过得特别的好 而那些诚实的人通常都是最倒霉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社会并不接受一个诚实的人 这个社会是接受一个撒谎的人的 撒谎的人他们有势力 撒谎的人自己过得非常的好 他认为他把别人骗了 他觉得他们特别聪明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这个社会对这种撒谎造假没有制约 所以我们回来说吕秀莲这个事情呢 本来我们认为吕秀莲应该是可以不同于蓝和绿 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是这个社会呢 无情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告诉我们说 这个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真的不多 再不多也没关系 我觉得至少大家看清楚以后呢 当你们去深交 当你们去深谈 当你们想跟某一个人做好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底线就是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人 他一定能成为你的好友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人绝对不会列入我们的名单当中 不管怎么样 通过李秀莲这个联署 有很多对公平正义向往的人 存在于台湾这个土地 我相信也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只是这个人的群体太弱了 他们都是没有权 没有势力的人 但是呢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他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至于哪一天能实现 也许我们这代人都死了 也实现不了 但是那也没关系 我们通过这个话题 能够找到我们的知音 我们通过这个话题 能够知道这个世界 还是有星星之火的 我们通过这个话题 我们通过这个话题能够告诉自己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依然有我们同理念的人 虽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 我们也不在一块土地上 但是我们的共同理念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最终有一天 早早晚晚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或许我们这样的希望永远都不会实现 但是呢 至少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的内心是坦荡的 我们的内心是真诚的 我们蔑视一切撒谎的人 我们蔑视一切造假的人 我们蔑视一切那些不公不义的人 那些权贵 我们从内心里边对他们是鄙视的 或许在他们的眼中 我们这些人就是一帮草民 或者在他们眼中 我们这些人就是一帮社会垃圾 或者在他们眼中 我们这些人就是一群没有势力的人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理念 我们坚持自个儿的理念 坚持自个儿的信念 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无论我们走到哪一天 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 我们告诉自己 我问心无愧 我做的事情 我追求的就是公平正义 我相信这个理念 在我们离开人世的几百年之后 有可能去实现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内心坦荡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理想 或许这个理想在当权者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尽管这个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 那没关系 我们能看透它 其实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的追求公平正义的人 彼此能够走到一起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内心是充实的 我们对未来永远充满了希望 我们要把追求公平正义的条路 一直走 走到底 走到我们死那一天 也绝不会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